歡迎收看YanJ VLOG第12集 首先我要在這邊謝謝你們 因為我之前有在臉書還有微博上講 只要預購當天破萬 我發誓做第12集上來跟你們分享 所以這一集是你們的公擾 謝謝 再來我有一個比較沉重的消息 就是這一集VLOG將會是我的最後一集VLOG 我只能說在一個鏡頭面前 這樣子自言自語 已經沒有辦法滿足我了 今後我會繼續分享我的一些影片 或者是微電影 我私底下喜歡編劇 之後搞不好會拍一些微電影上來跟你們分享 立刻進入今天的主題 什麼是好的情人 自從上個星期我的第四張專輯 好的情人已經開始預購之後 身邊開始有很多的訪問 會問到 那言訣對你來講什麼是好的事情 好的情人 到底怎麼樣才可以成為一個好的情人 是幽默感嗎 忠誠度嗎 可以讓你的情人 笑 讓他感動 快樂 那我在這邊 要給你們解答 好的情人具備的條件 其實不是任何一項我剛剛講的特質 是 我知道你們現在都在想想 嚴局現在是穿短褲嗎 然後答案是對 我就是在穿短褲 因為現在外面31度 我在自己家很熱 為什麼不可以穿短褲 引用一句老子的明年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 思惡 皆知善之為善 思不善已 故有無相生 難易相成 長短相形 高下相情 陰身相合 前後相嘴 剛剛那一段就花了我大概30分鐘入完 簡單來說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相對目 有高就有低 有無就有有 所以 要成為好的情人 你要確定你的情人 的上一個情人是壞的情人 你就自然成為好的情人 所以解答就是這個 只要跟MP魔幻力量成為好朋友 你就是一個好的情人 你只要把你喜歡的人 介紹給挺平 嘎嘎 凱凱 姑姑 姑姑其實真的很好 雷寶 阿翔 OK 你自動成為好的情人 升級 你不必改變任何東西 因為他們太壞了 他們是很糟糕很糟糕的人 你們覺得這樣很壞嗎 一點也不 再引用一句 阿信哥的歌詞 在潔癖裡面 實在太BABY 好讓我們歡迎今天的特別來賓 郭雪芙 哈囉大家好我是郭雪芙 請問你最近在忙些什麼呢 最近在忙著拍戲 即將有一部戲劇叫做 就是要你愛上我 然後裡面飾演是陳亮亮 希望大家會喜歡還有多多支持喔 好謝謝收看延節Vlog 我們下週 欸沒有 就掰掰 這也太快了吧